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 关键词 海啸 飓风 雷暴 极寒 该片将毁天灭地的末日灾难场景极致震撼地表现出来 导演不惜成本地打造了全门类气象灾难 是同类电影中罕见的新鲜创意 片中海啸 寒潮 冰雹 龙卷风 雷暴等几乎所有的气象灾害悉数登场发威 花式摧毁着世界级地标城市如迪拜 里约 东京 孟买 香港等 因为未来科技的设定 灾难已经不局限于气象 灾难场面的规模也因科幻设定而全面升级 第九位 海云台 豆瓣评分6.7 上映时间2009年 关键词 海啸 本片主要围绕韩国釜山的旅游圣地海云台展开 突如其来的一场海啸把所有人的幸福无情地摧毁 海云台的整体模式是完全好莱坞化的 它只有两点保持了寒片的特色 那就是深情和搞笑 片中的伦理情感表述的也不孱弱 因为只有人道主义的灾难才是真正的灾难 同时本片对人伦情感的细致描绘也正是影片的成功之处 第八位 火火融成 豆瓣评分6.9 上映时间1997年 关键词 火山 好莱坞灾难片的特技效果都真实地令人恐慌至极 到处岩浆肆虐 地下管道工人被烧死 无数人被滚滚洪浪淹没 小五庆幸自己身边没有流淌的滚烫溶浆 影片中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极大的恐慌 灾难总是突然 但灾难总会解决 只要有人在 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有了让地球重生的理由 第七位 深海浩劫 豆瓣评分7.0 上映时间2016年 关键词 原油泄漏 真实实践 本片是根据2010年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改编 讲述了石油钻井平台上的工作人员 在特大事物中生死经历的故事 影片中大量的爆炸场面 喷涌而出的石油 翻滚的火球 破碎的金属 满天的浓烟 空中的直升机 尖叫呼喊声和一片混乱的画面 都令观众仿佛真正的置身于钻井平台中命悬一线 第六位 天地大冲撞 豆瓣评分7.0 上映时间1998年 关键词 彗星撞击地球 这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灾难片 更是一部相当牛的科幻片 因为它远远超出了人类所想象的科幻片范畴 这是一部以人类共同情感 亲情 爱情 友情为主题的影片 它讲述了在地球末日即将来临之时 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不同心态 该片可以说是透视人性的善与恶 真爱与虚情 勇敢与怯懦的一面明镜 第五位 末日崩塌 豆瓣评分7.0 上映时间2015年 关键词 地震 海啸 因为圣安地列丝断层 美国发生了数次大规模的地震 整个城市变得惨不忍睹 公路被一条巨大的列层割断 许多正在马路上行驶的车辆坠入深渊 众多建筑树木纷纷倒塌 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 该片不仅用逼真的灾难场景冲击着影迷们的视觉 更是通过对亲情和爱情的描写 赚足了大家的眼泪 第四位 唐山大地震 豆瓣评分7.4 上映时间2010年 关键词 地震 唐山大地震不是一部单纯的灾难片 更不是一部炫技的大场面特效片 尽管它的地震特效场面做得很震撼 但冯小刚导演的着力点显然不在于此 影片不仅仅体现的是那23秒的浩劫 更是聚焦在这些年人们心中留下的伤痕 虽然只是微味道来 但却更加值得观众久久回味 第三位 2012 豆瓣评分7.7 上映时间2009年 关键词 世界末日 当原本只能得见音响的世界末日 被如此真实震撼地呈现于荧幕 那惊心动魄的特效场面 所留给观众的只有屏息一带 爱莫里奇利用人们对灾变末世的恐惧引人入胜 同时又用人性中留存的种种光芒 弘扬以人性的美好 晒了一场主宰影史的电影传奇 我们应该庆幸这只是一部电影 第二位 后天 豆瓣评分8.0 上映时间2004年 关键词 气候 温室效应 本片讲述的是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一变 全球冰山融化 龙峻峰肆虐 整个纽约陷入冰河世纪的故事 影片通过超限特效打造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灾难片 该片所呈现的不仅仅是一场灾难 更是给每一位观众敲响一个警钟 力图说明如果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 势必引发全球灾难 第一位 日本沉默 豆瓣评分6.4 上映时间2006年 关键词 地震 海啸 沉默 本片讲述地质学家研究发现由于地窍变化 整个日本将在380余天后沉入海底 日本政府想办法化解这场前所未见的危机 把这部电影排在第一位 下午认为应该没有人反对 改片反映了日本人一直以来的焦虑心态 日本是一个岛国 土地狭小 资源缺乏 加上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严重 因此日本人有很严重的危机感 日本喜欢侵略别国 与他们这种焦虑心态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小五认为大家都应该珍惜眼前的人与生活 因为在灾难面前我们是如此的脆弱 可能除了这十部 小伙伴们心中还有更好的灾难候选影片 欢迎踊跃留言推荐给小五哦 好啦 小五今天就得不到这儿啦 亲爱的们 喜欢小五电影 得不得的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妈妈的 下期见喽